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是《狼的智慧》 说起狼这种动物啊,你肯定觉得再熟悉不过 你虽然不一定见过真正的狼 但是我们所接受的文化教育里头 关于狼的故事和哲理实在数不甚数 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听过《狼来了》、《小红帽》这些童话故事 等稍微长大一点,又学过《辽斋》里头屠夫制斗恶狼的故事 还有很多关于狼的成语 比如《狼被围奸》、《狼子野心》、《引狼入室》、《柴狼当道》等等 你发现没有,所有这些关于狼的文化知识 几乎都把狼描述为一种贪婪、凶残、狠毒、而且阴险狡诈的动物 狼在所有的文学和影视作品里也永远都是反派 几乎没有一个正面的词会用在狼身上 只有极个别的例外,比如江戎的小说《狼图腾》 以及由这部小说改编的图名电影 把狼塑造成蒙古人心目中的图腾 但这引起很多蒙古人的强烈抗议 我曾经为此采访过一位蒙古族的作家 向他求教蒙古人对狼的真实看法 他告诉我说 狼从来都不是蒙古人的图腾 恰恰相反 狼是牧民们生存的天敌 过去蒙古人甚至都不会直接说狼这个字 如果小孩子不懂事提到了狼 老人就会马上吐唾沫 然后把碗扣起来 怕沾了邪气 但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那就是我们一方面对狼恨之入骨 但另一方面 在现代的企业管理 市场营销 乃至国际竞争中 都有人在推崇狼性文化 战狼精神 如果你去检索标题里带狼字的书 你会得到这样一对书名 比如说狼性法则 狼性管理 狼性团队 狼性生存 狼盗等等 但实际上 这些书中的内容 很多都是在以讹传讹 是做着拍脑袋想象出来的 他们压根没有 深入过狼群的真实经验 可以说 不管我们对狼是爱还是恨 其实都有些盲目 因为我们对狼的了解 实在太少了 你可能想象不到 在漫长的生命进化史上 与人类最为相像的动物 不是黑猩猩 也不是猿猴 而很可能就是狼 乍一听 你也许难以置信 但听完这本狼的智慧 对狼的习信 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 相信你会同意这个结论 这是一本让我们 所有人都消除 对狼的误解的书 它的作者 埃利·拉丁格 是德国一位研究狼的专家 也是一位出色的科普作家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她还是一位女性 三十多年前 她放弃了律师工作 开始痴迷于 对狼的研究和观察 在美国黄石公园的荒野里 深入狼群的腹地 观察野狼 狩猎 交配 捕育后代 狼所拥有的智慧和生命力 让她惊叹不已 她写出了好几本 关于狼的畅销书 为宫中揭开了这种 充满传奇色彩的动物 深受误解的一面 而这本狼的智慧 是她第一本 被引进中文版的著作 那么今天 就让我们跟随作者的视线 闯入野狼的境地 看看他们 到底是怎样一群生灵 我会分三个部分 来为你介绍这本书 第一部分 谈狼的家庭生活 第二部分 谈狼的团队协作 第三部分 谈狼与人的关系 很多内容 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 但他们都来自 作者的亲眼所见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出发 我们先来说说 狼的家庭生活 到底是什么样的 狼真的是没有任何感情 残暴冷血的动物吗 在科幻电影 或者是动画片里 我们看到的狼的形象 总是一副凶神恶煞 轻面獠牙的样子 他们看起来毫无感情 是天生的反派 对自己的子女 都可以下杀手 但真实的狼 不是这样 作者在书里放了 几十张狼的照片 在大多数照片里头 他们都是平和安详的 有的是几只狼 微笑着 注视着远方 有的是 同伴之间在玩耍 打闹 还有的是在 相互舔视 轻吻 或者养着头嚎叫 他们目光炯炯 英姿勃发 那些面目真灵的镜头 大概只会出现在 发怒 或者是狩猎的时候 那是在开启 战斗模式 我们都知道 狼是群居动物 但这个群 不是随便 组合而来的 而是一个 有血缘关系的家族 狼群通常是有一对 夫妻和他们的后代 以及个别 叔伯辈的狼组成 偶尔 他们也会接受 外来落单的孤狼 成为家庭成员 因为这样有利于 保护狼群基因的多样性 避免出现 近亲繁殖 但组体上 狼群跟人类一样 是过着以家庭 为单位的生活 每个狼群 有自己的领地 而保护领地 是重要的日常工作 只有在食物供应不足的情况下 才会有一只 或者是几只狼 脱离狼群 到其他地方寻找深路 他们可能会与路上 遇到的其他孤狼 组建新的家庭 并繁衍后代 一般来说 一个狼群的规模 在七到三十七只狼之间 统领整个狼群的是一对狼夫妻 这两个大家长 被生物学家们叫做头狼 头狼夫妻 大多相伴终生 除非其中一只先死掉 才会有新的继任者 填补空位 能担任头狼的 不一定是狼群中最年长 或者是最强壮的 而是那些个性鲜明的狼 头狼地位的获得 不是依靠暴力 而是靠生活经验 经验让他们在任何紧急的情况下 都能为大家迅速地做出正确的决定 而一旦做出决定 整个狼群就要无条件地接受 你可能听说过 在狼群中 会有严格的等级和分工 那这种等级制度 是如何形成的呢 可能和你想象的不太一样 它不是由头狼决定的 而是每个家庭成员 在成长的过程中 慢慢地了解到自己的禀父 然后在遇到具体问题的时候 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禀父 为家庭贡献力量 每个家族成员 都很清楚自己在家里的位置 也知道遇到事情应该听谁的 通常而言 他们相处得非常和睦愉快 家庭成员之间 会互相的关爱和照顾 作者说 狼的家族意识 在大自然的众多生物中 是少见的 家世狼群的生活主题 也是他们活着的全部意义 为了保护其他的家庭成员 狼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 我们可以从保护幼狼 和照顾老狼两个方面 来一探究竟 我们先来说说 对幼狼的保护 野狼的平均寿命 只有9到11岁 他们每年繁殖一次 平均每胎产幼狼 五六只 每只幼狼 都对家族势力的维持 和基因的延续特别重要 但幼狼很容易遭到 其他狼群或者是猛兽的偷袭 所以 幼狼不仅仅会受到 父母的关爱和保护 他们的叔叔 姑姑 哥哥和姐姐们 也都会给予无私的照顾 也就是说 整个狼群 会共同承担起 养育幼狼的责任 当狼仔还在母狼肚子里的时候 狼爸爸或者是其他的子女 会给母狼带来食物 幼狼出生之后 除了喝奶之外 还要吃大家吐出来的 半消化的食物 这种共同养育的方式 让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特别深 集体意识也就特别的强 作者就亲眼见过 一位头狼母亲 保护子女的壮举 有一次 一个狼群的雌性头狼 在刚刚产象完幼崽的几天后 突然遭到另一个狼群的围攻 他刚刚分娩完 身体还很虚弱 但为了孩子不被敌人杀害 他奋力地奔跑 把狼群引开了 最后自己被逼到一处 陡峭到岩石上 前面是绝路 后面是追兵 他如果跟敌人硬拼 那必死无疑 他的几个孩子 也会因为没有奶喝 而被饿死 没想到的是 所有的对手 都低估了他活下去的决心 他竟然从岩石上 纵身跳了下去 结果没有摔死 后面的狼群也没敢再追 那几只幼崽也被保住了 你可能会有疑问 这样团结友爱的家庭氛围 是如何形成的呢 狼爸狼妈们 是如何教育自己的子女的呢 根据书中的讲述 我为你总结出几条 狼的教育原则 首先是 身教胜于言传 狼爸狼妈 很少斥责孩子 而是会做好孩子们的榜样 向他们示范 各种生活和狩猎的技能 小狼会根据观察和模仿 习得什么事情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其次 是在游戏中学习 比如 一位头狼父亲 最大的爱好之一 就是和小狼们玩摔跤 而且 他最爱做的动作 就是假装被打败 小狼会跳到他的背上 啃咬他的皮毛 脸上会露出一副 陶醉的胜利的表情 通过这种游戏 小狼获得了 征服比自己大的动物的自豪感 这种自信 正是优秀的猎手们 所必备的 最后是必要的规训 当小狼 屡自犯同样的错误的时候 狼爸狼妈 会让他们承担后果 教育他们 行为处事要有度 要有团结协作 和保护自我的意识 说完狼群 对幼狼的保护和教育 你可能会觉得 这也没什么特别的 毕竟 理查德道金斯老爷子 在自私的基因里 早就说过 保护后代 其实是源于一种 自私的延续基因的本能 没错 但狼群特殊的地方就在于 它是整个家族 共同来承担起 养育后代的责任 而更特殊的是 除了养育幼狼之外 狼群还会照顾 受伤 生病 或者是年老的家庭成员 这在自然界中 可就不多见了 作者亲眼看到过很多次 有的狼因为狩猎 或者是与入侵者争斗而伤残 这些伤员会得到 整个狼群的照顾 狼群在出发狩猎的时候 会有狼留下来保护他们 狩猎回来之后 狼群又会给他们带来食物 还有一次 他甚至看到狼群 就像照顾狼仔一样 反哺一位年迈的老狼 事实上 老狼会被狼群格外的尊重 他们在狼群中 享有比较高的地位 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生存经验 尤其在一些紧急时刻 往往能为团队做出特殊的贡献 虽然老狼的体格不再强壮 很少直接参与捕猎 但是只要有老狼在 狩猎成功的概率 就会大大的提高 尤其在与其他的狼群 争夺地牌的时候 老狼常常是制胜的王牌 要知道 在优胜劣汰的丛林社会 老狼之所以能够存活下来 必定是身经百战 他们有丰富的经验 懂得处理各种危机 也懂得避免没有胜算的争斗 所以整个狼群都可以 从他们的经验中受益 狼的社会性 一直是生物学家们研究的重点课题 他们发现 这种长时间的照顾其他生病 或者是年老的家庭成员 只在人类和野狼 两个物种身上存在 包括黑猩猩在内的 很多灵长类动物 它们看起来比狼更像人类 但是它们都不会这样做 作者推测 可能正是基于这种相似性 早期的人类才会让一些狼 进入自己的生活领地 并把它们驯化成狗 而狗是人类驯化的第一种动物 好 说完狼的家庭生活 第二部分 我们要谈一个大家都关心的话题 那就是狼的团队协作 这也是那些推崇狼性文化的企业家 和书籍最热衷谈论的话题 那么野外真实的狼群 它们到底是如何进行团队协作的呢 我们先通过一个日常的场景 来看看狼群的团队文化 刚刚提到 狼群是一个等级社会 你想象一下 如果一群狼在堆满极雪的山谷中行径 那么它们的队列会如何排步呢 很多人可能以为是这样 级别最高的头狼走在最前面 而其他的成员会按照级别 依次地排在后面 低级别的成员 必须与前面的狼保持距离 不敢超越 生怕头狼会斥责或者是撕碎自己 但作者告诉我们 这种想象完全是错误的 他看到的真实情况是 走在最前面的是狼群中的青壮年 因为它们的体格强壮 能为整个狼群在积雪中开路 以为后面的头狼夫妻节省体力 跟在头狼后面的是其他的成年的母狼 它们不太悠闲 就像是在逛街 在队伍最后面的是右狼 它们慢腾腾地一边走 一边东张西望 如果狼群突然发现有什么潜在的危险 头狼夫妻会毫不迟疑地 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观察情况 再带领队伍继续前进 你看 整个过程没有争吵 也没有逃避 头狼是绝对的权威 头狼作为大家长 以身作则 承担责任 在日常的团队建设里 狼群会通过大量的仪式 比如一起嚎叫 互相梳理毛发 轻轻地啃咬 舔尸 抚摸 来增进感情 头狼要维持团队的和睦 它们在处理内部矛盾的时候 一般不需要动用武力 而只需要一个眼神 或者是一声咆哮 就能起到威慑的作用 一般在这种情况下 其他的狼 就会知趣地低头认错 或者是信心地走开 每只头狼的个性是不一样的 有的更加果敢外向 而有的更喜欢深思熟虑 谨言慎行 头狼的性格 也会影响狼群的性格 当然 它们有时候也会情绪化 表现出生气 失望 或者是不耐烦 所以 狼群的管理 其实是一件很个性化的事 跟头狼的性格 有很大的关系 好 说完狼群日常生活中的团队文化 我们就进入 最紧张刺激的一部分 那就是 在战斗状态 狼群是如何协作的 狼群的战斗 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狩猎 另一种是领地之争 我们主要讲前一种情况 狼的狩猎对象 主要是有体类的动物 在黄石公园里 主要就是 迷鹿和野牛 一只狼的体重 一般在50到70公斤 而一头迷鹿的体重 可以达到350公斤 一头野牛 则可以达到一吨重 也就是说 狼的猎物 比自己重5到20倍 这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呢 你不妨想象一下 你跟前站着一个700斤的大力士 你的任务就是要把它给撂倒 野狼干的就是这种 以弱甚强的事 麋鹿和野牛 都有尖角和有力的蹄子 稍有不慎 狼就会被撞成重伤 或者是踢断肋骨 所以 他们必须要接住 团队的力量 那么 狼群在团队战斗中 是如何克敌制胜的呢 首先 是要制定周密的进攻战略 尤其在对付庞大的 美洲野牛的时候 战略是不可或缺的 狼群的战略精髓 就是先观察 再合围 再试探 最后进攻 一开始 野狼会藏在怪木丛 或者是草丛里 或者是 躲在大石头后面侦查 等待猎物的现身 当他们发现 猎物在远处出现 先会按兵不动 耐心地等待猎物 一点点靠近 直到最后时机成熟 他们就突然冲出来 合围猎物 另一种猎杀方式 是伏击 也就是 一只狼先跑到前面 隐藏起来 然后其他成员 把猎物朝这个方向赶 等到关键时刻 事先埋伏的杀手狼 便突然窜出来 发起致命的异击 你看 这种进攻战略 跟人类的战争 几乎不相上下 据说 陈吉思汗 就从狼的狩猎中 受到过启发 并将它运用到军事行动 其次 除了完美的进攻战略 还需要有敏锐的判断力 和高超的捕杀技巧 在进攻过程中 狼群分工明确 配合默契 他们会不断地交流 快速地把所有猎物 都试探一遍 他们能从猎物的脚步 速度和神态 敏锐地判断出 谁最为弱小 在谁身上胜算最大 进而迅速地锁定目标 如果目标 是只有几周大的小鹿 那么狼会直接扑上去 咬住他们的咽喉 一招毙命 但如果是成年的麋鹿 那就至少要两只狼 来配合行动 他们分别跑在麋鹿的两侧 四肌咬上麋鹿的后腿 让他失血而变得虚弱 他们不会直接去咬 成年麋鹿的咽喉 因为那样太危险 很可能会被麋鹿撞飞 或者是踢伤 最后 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 要有勇猛无畏的精神 和强劲的耐力 狩猎是一场生死搏斗 猎手和猎物 各有各的策略 没有一只猎物会束手就擒 哪怕是一只不起眼的老鼠 他们在临死前 都会拼尽全力 殊死地反抗 面对比自己高大 撞出得多的 麋鹿或者野牛 狼有时候很难找到进攻点 尤其当这些猎物 不是四散逃开 而是聚在一起 准备正面迎击的时候 那将是一场 持久的耐力的较量 谁能撑到最后 谁就是赢家 狼群会省失度势 伺机而动 根据天时地利 改变进攻策略 比如 他们可能把野牛 逼进厚厚的鸡血里 然后和他展开 几个小时的车轮战 直到把野牛的体力耗尽 而母麋鹿 喜欢借助腿长的优势 跳进河里 逃避野狼的追杀 野狼没法下水去追捕 他们就会一直在岸边守候 直到麋鹿被冰冷的 河水冻得受不了 不得不重新跑上岸 狼群又会把麋鹿逼到河水里 直到最后 麋鹿的力气被消耗殆尽 这样的一场猎杀 通常都会持续几个小时 狼群需要有足够 顽强的意志和忍耐力 才有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总结一下 日常的团队建设 周密的计划 清晰的目标 敏锐的判断力 多元的技能 过硬的心理素质 灵活的应变能力 这些都是狼群在团队作战中的 制胜法宝 野狼捕猎 确实是一场血腥的生死搏斗 但对狼来说 捕猎既不是罪恶 也不是凶残 而只是为了生存 就像人类为了填饱肚子 要吃各种动物的肉一样 狼也是在自食其力 靠本事吃饭 它们适应环境的能力特别强 当食物供给不足的时候 它们就会以老鼠、田鼠或者是河里果腹 它们甚至把自己净化成杂食动物 会去吃鱼类和水果 在西班牙 甚至还有喜欢吃南瓜的狼 野狼习惯于生活在气候寒冷的荒野丛林 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 它们能占据食物链的上层 这确实展现了极强的适应能力 作者由此联想到人类的境遇 人类有时也会像狼群一样 陷在夹缝之中 找不到出路 这时 我们需要主动地去寻找突破口 在夹缝中求生存 有时候 突破口看上去 可能不会那么舒适顺畅 但我们仍要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机遇 好 说到这 我们就自然地进入第三部分 来谈一个至关重要的话题 那就是 我们该如何看待 人类与狼的关系 在历史上 人类与狼的关系 可谓相爱相杀 一方面 人类的先鸣 曾经把一部分狼驯化成狗 狗成为人类看家护院和狩猎的帮手 以及重要的伴侣动物 另一方面 狼常常袭击人类圈养的牲畜 给人类造成了财产损失 偶尔还会发生狼伤人的事件 所以 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 人们对狼这种凶猛的野兽恨之入骨 这种憎恨反映在各种文学作品和民间文化里 已经成为人类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尤其在很多牧民的心里 狼死绝了才好 在欧美国家 因为人们觉得狼危害人和其他动物的生存 曾经一度发起过大规模的猎杀狼的运动 狼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地压缩 它们被迫迁往更寒冷偏远的地区 上世纪二十年代 美国黄石公园的狼被杀光了 欧洲很多国家的野狼也都销声匿气 但是近几十年来 随着生态保护意识的普及 人们逐渐对狼有了新的认识 1995年到1996年间 美国黄石公园从加拿大引进了几十只狼 结束了黄石公园七十年没有狼的历史 狼的重新引进 让当地迷路的数量锐减 这给了草原和小树生长的机会 曾经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也随之得到解决 你看 狼对地貌 植被和生态的恢复 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我采访的那位蒙古作家是狼图腾的坚定反对者 但他也承认狼对草原生态的保护有两个巨大的作用 一是狼吃老鼠 而老鼠吃草根 草是草原的生命线 吃老鼠客观上起到了保护草原的作用 二是狼消灭腐尸 这样可以防止出现瘟疫 现在人们对狼的看法在不断地改变 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把狼列为保护动物 禁止盗猎 在南欧的匈牙利、罗马尼亚、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 人们已经能比较轻松地看待人与狼共存的问题 这种与狼共存、与狼共舞 不是说给狼划定一个保护区 或者把狼关在动物园里 而是不去划定人和狼的生活界限 让狼能自由地进入人类的地界 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 他们不怕狼伤人吗 作者提出 一般情况下 狼是不会伤害人的 他给出的专业建议是 如果有几个人站在一起 那么根本不用害怕狼 狼是不敢靠近人群的 而如果你是一个人与狼狭路相逢 在来不及避开的情况下 只要站着不动就好了 你可以跟他打招呼 或者小心地驱赶他 历史上的狼伤人事件 可能是在狼极度饥饿 或者是危急的情况下发生的 狼可能会吃死尸 但在正常情况下 两条腿的人类是不在狼的食谱里的 作者所在的德国 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野狼 德国政府也下令对野狼进行保护 在有的地区人和野狼比邻而居 二三十年来 没有发生过一起狼伤人的事件 这种景象吸引了很多猎奇的游客 不论是狼群固定生活的地方 还是只能偶尔见到狼的地区 都有狼迷前往 他们就是为了亲眼看见野狼的身影 亲耳听到野狼的嚎叫 或者可以烧回一些和野狼有关的纪念品 对于狼、熊和舍利这些动物的回归 德国人感到很骄傲 他们觉得这是当地自然保护的成果 我们经常说 人是神性和兽性的结合 作者通过二十多年的观察和研究 在狼身上也发现了神性的一面 称他们是治愈系的精灵 这不是在故作矫情 而是确实有一部分人 通过与狼群的相处获得了治愈 在美国旧金山的一个动物救援中心 收容了很多因为受伤 或者是被驱逐被虐待的狼 同时这个救援中心为患有创伤后 应激障碍症的退役军人 提供一个服务项目 就是让他们在救援中心 通过给狼喂食、打扫狼舍 和狼建立良好的关系 通过这种方式 这些受过创伤的狼和人 都重新学会了信任 从而治愈了心理疾病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 狼和人千百年恩怨的一场和解 但我读到这里很受触动 我们太习惯于以人类为中心 经常会忘了 人与狼其实是共同生活在 同一个空间里的两个物种 同呼吸共命运 长期的观察狼群 让作者习惯于去换位思考 他说 在野狼眼中 我们人类是渺小的 无足轻重的 也许这种态度 就是野狼送给我们的 最棒的礼物 我们的确在和大自然打交道的时候 需要更多的谦卑和虚心 不要太过于看中我们自己 因为文明的进步和观念的革新 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人和狼的关系 开始深入荒野 从狼身上寻找智慧和力量 生物学家在狼身上看到社会组织模式 企业家从狼身上看到团队管理的艺术 军人从狼身上看到大无畏的战斗精神 和不死的意志 他们都通过观察狼群来激发自身的潜力 这些都是狼所能给予我们的 相信你和我一样 通过这本书重新认识了狼